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有10名外國天主教書記及總主教近日發起聯署 要求特區政府無條件釋放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他們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澳洲、立陶宛、愛爾蘭及尼日利亞 這些天主教領袖表明黎智英為了捍衛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而他亦失去了生意被扣押過千日 而他目前已75歲所以應該立即被釋放 要強調的是他們是要求無條件立即釋放黎智英 首先我們來看看事實 黎智英目前被控三項勾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煽動罪 正在等候至12月18日開始審訊 他亦因為兩項欺詐罪被判入獄五年九個月 另外他涉及參與美經批准集結罪便已復刑完畢 黎智英涉及的控罪並非只有他一個人獨有 為何這10名天主教領袖 只發聲要求特區政府釋放黎智英 而不是其他人 例如近來被爆尋求美國政治庇護不成功的黃之鋒 到底是不是黎智英的命比其他人更珍貴呢 那無非都是更加突顯這些領袖的虛偽 以及背後的政治盤算 當時黎智英被判兩項欺詐罪成 法官陳廣辭就是這樣說的 法官說黎智英長期利用傳媒作為保護傘 令到執法機構無法進行巡查 黎智英違反租約達17年 獲得的無形得益無法量化 壹傳媒大樓因為設於科技員的用地 所以獲得較優惠的租金 但黎智英就利用這一點 暗到陳倉其他公司在壹傳媒大樓裏面 難道這就是多名天主教領袖所講的 捍衛自己信念和信仰嗎 而黎智英涉及的國安法案件 就更加談不上信仰 第一宗是指黎智英及其本人的旗下公司 在香港串謀六名前蘋果日報高層 公開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制裁封鎖中國或香港特區 事源違反港區國安法中的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宗案件是指黎智英串謀陳梓華、李宇軒、劉祖迪及其他人士 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制裁封鎖中國或香港特區 同樣涉嫌干犯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另外在這宗案件中 其中兩名被告李宇軒及陳梓華 在庭上承認黎智英就是幕後金主 黎智英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要求外國制裁中國或香港特區 這並不是信仰的一部分 就如各位天主教領袖 仍然對自己國家有多不滿 都不會要求外國制裁自己國家 相信這亦是所有國家的底線 至於講到年齡以及失去生意 就更加不可能釋放黎智英的理由 任何人犯法都要接受公平、公開、公正的審訊 難道長者殺人搶劫就不需要承擔後果嗎 而你在承擔後果的期間 就正正會和家人分開和失去生意 那就是犯法會帶來的後果 為何黎智英要承受得比任何一個人都少 雖然都有信仰 但並非天主教徒的黃之鋒相比黎智英 就得不到美西方的重視了 近日兩名美國記者就出書大爆 黃之鋒曾經在香港尋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政治庇護 但就遭到拒絕 美方給出的原因就是四個字 國家利益 書中提及 黃之鋒曾經在2020年6月30日的早上 即是港區國安法新校之前 在星宜巷大廈和兩名美國外交官會面 最後提出他要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但就被兩名外交官拒絕 但之後黃之鋒並未死心 他又委託前香港眾志常委奧卓軒 在美國向國會議員求助 但未有得到回音 當同年港區國安法新校之後 奧卓軒更直接以黃之鋒的名義 向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求助 但當蓬佩奧和幕僚相討之後 擔心黃之鋒如果藏身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會遭到內地的報復 可能會被關閉領事館及拘捕在港美國人 所以蓬佩奧決定不讓黃之鋒進入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亦無法協助他來港 之前人士就和書的作者說 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當前 你會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意思即是說 美國任何事情都會以國家利益為先 黃之鋒也好 黎智英也好 在美國利益當前根本不值一提 這樣都反映了美國一些政客一直打香港牌 聲稱支持香港人來制裁香港和內地是多麼虛偽 特區政府亦都回應了事件 政府發言人說 堅決反對並強烈不滿 形容有關的言論是顛倒是非 誤導抹黑 亦都強烈敦出有關天主教領袖認清事實 立即停止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 及法院行使獨立審判權 發言人說 任何人企圖干預香港的司法程序 促使被告逃避應有的司法審判 都是公然破壞法治 從上述事件看到 美西方只為黎智英發聲 證明他仍然是一個重要棋子 但黃之鋒就顯然成為棄卒 歸根結底 所有人犯法 不論其職業、身份、宗教和年齡都要接受審判 承擔後果 那就是法治精神 亦都是推動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原則 沒有一個人會是例外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